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早上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十月三號禮拜一 明天的話是十月四號禮拜二有更新維修 那更新維修完之後呢 有三個福利兌換活動會下架 各位朋友記得要在更新維修完之前進行兌換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的話裡面有這個百慶橘魂包可以兌換 裡面的話就是有十六種橘色化身可以自選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拿來囤這個橘色換服 OK好那裡面的話也可以換這個藤月極風箱 這裡的話就是有很多經驗加倍服可以拿 而且不是加倍是十倍還有三倍啊 然後這個是 提高一千趴就是十倍 他使用等級限制 不過不用擔心十倍的話可以讓你升級很快 這個可能可以在這個數量用完之前就升到他對應的極速了 OK 這個很重要這個對於新玩家來講很重要 那這個還有賀岁指紋包 這些反正就是各朋友記得要兌換 不然的話你的真正鍵就沒有用了 好那第二個是這個 花好月圓 好這個是中秋節活動到10月4號 也好一樣就是維修完之後就不見了 那裡面的話 可以換這個是 月破禮盒的話就可以換紙燈換火或月子石 這個是用來搞那個稱號的 好那我的話我都是拿來換這個 奇怪為什麼他沒辦法全部兌換完 我是拿來換這個 換這個賀岁指紋包 因為他 需要的材料比較少 而且一次就可以換兩包 所以我現在來兌換了 兌換 OK 這個記得要換 那這個界面下降我在想下面這個 也就是六張橙色換服換紅色化身 服帶或者是 30張紫色換服換這個 橘色換服的這個活動 應該也會先下 應該也會先 我在想應該會先下 這個可能各位朋友記得 也是可以先兌換 如果說雖然不夠了 那就跟我一樣繼續囤吧 好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自選培育 自選培育的話就是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啊 他就是 他就是可以 你可以讓你指定選擇幾個寵物 就是你要培育上去的 不過還是有機率 就是你需要 多花五顆 這個已經用完了 這個希望現在就是要多花金元寶 才可以去 讓你抽到你指定的這些寵物 這個的話到10月4號 這三個 那我 我看一下我今天免疫挑戰 我今天免疫挑戰還沒有結 因為今天起床比較晚 今天6點10幾分才起床 昨天3點多還睡太晚了 所以這個我打算放棄了 因為我現在也差不多要出門了 我女兒的話7點5分要 去上課要出發 所以我現在要去 準備一下要出門了 各位朋友祝福你們玩得開心 Bye Bye